二炮司令员和北京军区司令员都是政大军区级待遇,首先将军行,但是二炮司令员同时是中央军委员,因此从政治地位,尚要高于北京军区司令员,中央军委中,除此军委员, 具有党中央总书记接任的军委主席和两位副主席,之为中央政治局委员,中央军委委员包括四总部,海军,空军,二炮的一把手,本届军委委员还包括国防部长,各大军区的司令员,不是中央军委委员,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,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,简抽第二炮兵,是中央军委之数特殊兵种, 政大军区集,组建于1966年7月1日,由地对地战略导弹部队和常规战役战术导弹部队组成,机关并有司令部,政治部,后勤部,装备部,基层边有各基地,旅团等, 武器主要为核弹头或常规弹头的战略导弹,包括短程,中程,洲际弹道导弹,远程巡航导弹,还本来陆基发射和水下潜艇发射, 地地战略导弹部队由近程、中程、远程和洲际导弹部队、工程部队、作战保障、装备技术保障和后勤保障部队组成, 是一支具有一定规模和实战能力的主要核威射和战略和反击力量。 常规战役战术导弹部队是装备常规战役战术导弹武器系统,最新常规导弹突击任务的部队, 2015年12月31日起,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更名,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, 而炮司令部位于北京海电区清河街道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